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瑞士的达沃斯 是世界中名的冬天的滑雪生地 往常的地方聚集的都是著名的演员 有钱人 有权人不多 其实都是有钱人 有权人 你比如像英国的黄石 有些也是去那地方滑雪的 那人家是不知道有权还是有名望 是这么个地方 也就是说是一个旅游的地方 所以旅游地方它相对来讲 政治含义稍微低一些 大家在那地方如果有什么活动的呢 就更显得轻松一些 但达沃斯论坛会呢 它就是一种类似的 这种轻松的以经济为主要的一种概念 出现在国际的这么一个舞台上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 习近平呢 应该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 自己亲自到了达沃斯 那我做我这节目的时候 是不是他讲话了 我就不知道 那这个概念呢 就稍微显得突出一点 因为在往常的背景之下 这种会议都是一些 你比如说美国是国务卿 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下 那中国这样的国家呢 一般是总理 很少是国家元首 出现在达沃斯论坛会上 所以那习近平去了达沃斯 又正式去参加会议 有他一番的说法 就显得很突出 所以在舆论中 大家讨论比较多 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可能真正你说有 对国际社会有多大实际的意义 我个人画个问号 他原来讲说 因为川普将实行封闭政策 保守政策 那在这种全球化 已经形成的背景之下呢 说中国可能成为一种领导者 那成为了全球化的领导者 而作为原来的牵头者 美国反而退出了 要砸碎原来的这种全球化概念 成为新的秩序的话 你就感觉是一种对立 而我自己认为呢 其实根本就不在这个层面上 在国际社会中 中国做的一切 都是一个 都是一件西服 不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 说一件西服的意思 在讨论中国 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层面 和影响国际社会层面 我们看到更多的都是说法 说中国无论你要做什么 走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你必须要坚守诚信 而对中国要坚守诚信的 这个角度 世界的范围内持怀疑态度 也就是说 他不能真实的承担起 他想要表现出来的 那一份氛围的责任 那他干嘛使 对吧 他可能还心有余 而力不足呢 那他为什么要干嘛使 我跟大家讲过 中国没有外交 只有内政 那在国际社会上 营造中国的形象 他同样是与国内的 这种转向 就是权力向国家体系 转移过程中 表现的是一体的 习近平去达沃斯 表面上是在国际社会中引起风向 甚至有人说 他可能取缔 就是他在顶替李克强如何如何 我个人的说法了 他是为了在达沃斯表现出国大国的形象 国家元首的形象 用在国内宣传上 用在国内宣传上 强化在国内的形象 和国家整体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你让他真干嘛 我跟你说 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他 大家要明白 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他要以国内的实际状况为基础 如果习近平在国内的状况中提出说 2017将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变化的一年 跟政法委说了 要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全 关系到国家制度的安全 也就是说 随时会嗝皮朝凉大海棠了 还要他国际形象干啥嘞 这国际形象 哪根棍儿支着呢 你因为打棋子呢 对吧 你听话听音 锣鼓听声 你就知道 里面都着了火了 烧焦了 外头说我得 我这西服不错 花了三千多块钱买的 有人说你还花钱买呢 我这是定做的 随便你怎么说 要的是形象 真实的状况 在国内 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出来的一个快讯消息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上海市市长杨雄请辞 没有任何疑惑的 按照在过去时间里疯传的消息 他辞职了 上海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会议 听取人大常委 上海市高级法院 检察院工作报告 并表决通过接受杨雄辞去 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 那上海早于去年下半年 就安排了新市长的交接 那 那杨雄请辞 那上海市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 英勇应该在星期五 他说应该在星期五当选上海市市长 英勇来自于习近平的麾下 英勇到上海去做上海市副书记 在一个星期之后 即刻他就成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在当时我们就跟大家说了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基本就把杨雄顶掉了 所以在英勇进入上海的时候 杨雄基本上就像那个 就像湖南人吃了腊肉似的 基本就给挂起来了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情 其实从去年八月底到九月份 我们看到的是对省部级大员的下手 主要是省长 省委书记一级的 我们不用陈述很多 对吧 那黄兴国呢 就是一个在这些人马当中 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在这些被动掉的省部级大员中 几乎都是在早前过去两年里 1415年 大家公认的 是受江泽民曾庆红掌控的 省部级大员 谁都明白为什么冲着上海去 对吧 所以你看他是在天津的搞定了 这个包括传统的包括新疆搞定了 云南搞定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大概十个左右的省 包括这个江苏都给搞定之后 扭过脸来最后去动上海 所以杨雄下来 就是个标记 什么标记 不是杨雄下来如何 而是说习近平对上海 开始真正的动手 按照他安排的事情 在做什么 中文字幕提供 走到一局的野生 是一局在地区 集团养的 富大量 非常有盈调 云南搞定 造成了 我们相对应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百名律师致信敦促周强院长立刻辞职 那发起辞职的主笔人是上海的律师叫做林李国 那周强的故事我们不用再跟大家分享了 里面主要提到的说法是 鉴于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先生 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工作会上的表达的 向司法独立亮剑之论之不法与不当 由此引发中国整个社会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与担忧 所以我们起草了这份百名律师致信 敦促周强院长立即引咎辞职 欢迎有意参加了中国的职业律师 包括当前因各种原因不能正常职业的前律师踊跃报名 他说希望能够到18号中午12点能够汇集到100人 100名律师然后要把这封人人手签的信呢 直接寄给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收 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就显得非常的突出 结果同样在昨天周强给全国大法官们讲过话之后 最高检察院应景的同样会开会的 他提到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最高检察院的首席检察官 两个人在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讲话的内容却迥然不同 身为首席大检察官的曹建明 在讲话中用了大篇幅去陈述 各级检察机关一定要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出发 真正在检察监督上下功夫 做好检察监督这篇大文章 他的讲话明显与周强不同 这就是非常有趣的 周强还顺着原来的那个棍还爬的 就是我说的话周强用了周永康式的政法为语言 讲出了那番话 他还顺着那条线爬呢 曹建明的判决说不对 那个线早折了 那谁把习近平把那手电给关了 想要你还往上爬呢 跟你说摔死你 我得顺着这条线爬 所以曹建明你也不用说他多伟大 差不多我跟你说 但是他的逃命的路线跟周强就不同 他的逃命的路线却把宪法推出来 按照宪法的定位 检察工作如何做 他没说党领导一切 党高于一切 要听党的指挥 听政治局常委的指挥 没听说吧 那最高法院院长跟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两个人保命的方式 逃命的方式完全不同 那曹建明呢 他受到王岐山的影响 所以他把宪法宪政给放前头了 对吧 给放前头了 所以我刚才 我昨天节目中说 周强你看吧 周强死定了 要不了多久就得死了 会死得很难看 那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 谁都没把共产党当回事 你放心吧 但是呢 谁都会用共产党去保自己 但会怎么样 很难说 但是对比下来 我们看到这是真切的结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